透过一百张摄卡作为发想 艺术家创作出一百幅不同颜色的海景 艺术家陈浅宇的作品《海景计划》 以一百张的摄卡作为创意发想 画出一百幅不同颜色的海景 用水载的云朗画面色调淡雅 明亮 给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心情 我个人对色彩非常执着 我就觉得每一个颜色都很漂亮 我想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颜色结合一些海景 因为海的景色色彩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有这样的一个色彩的明信片 Pantone出的 所以我就以这一系列去创作一百张海景 像这一个Pantone 100 就是它色号是100 以黄色的底为主 然后我就把它以搭配的色彩去呈现一个风景 然后像这一个9320的话也是一样 它底是一个粉红色 然后我就以它的紫色蓝色去呈现一个画面 画到一半的时候会有一个瓶颈 就是有一些颜色我没有办法想出它对应的色彩 所以这一整个一百张其实画蛮久的 就是会卡在色彩的搭配上面 那因为也是新风景 所以它未必是实际的颜色 是比较是内心的心情的呈现 一支水彩壁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画纸 不同颜色的运用 透过作品感受到海水的澎湃 与柔软的沙纸 海天相连的画面 创造出清新疗愈的小世界 将心灵疗愈视为核心的价值 十方新闻归文曲建议高雄长报道 草稻